看到了中国的房价在下跌 我们之前讲嘛 中国一开始是腰斩 现在不是腰斩 是膝盖斩 根本就是打折再打折 腰斩再腰斩 现在刚刚讲的 不是只有在上海 连北京都这样 售楼部人满为患 错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中铁建国庆的热度 108平 手开就断货 大陆这一个预售屋 在十一长假期间 挤满看污人潮 连销售人员也特意来上班 其实我们销售人员 大概有五六十人 那这种都是完全接待不过来的 那我们会看每天的话 成交量也在三十套左右 那像三号的话 也是有一个高峰期 大陆深圳也开放楼市政策 传出不只深圳民众抢看房 连中东土豪都来买 网络上就曝光好几组照片 只看到有人身穿阿拉伯长袍 戴头巾 还有为外国脸孔的人 也在看房 号称是中东土豪 大手笔扫货 可见深圳房市有多热 不过却被大陆网友笑称 这个中东应该是指 中国东莞吧 根本就是开发商的噱头 这股购房热浪背后 外地买家成为了重要的推手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也指出 在新政实施后的第一周内 找房用户的访问量 增长了180% 深圳从10月1号开始 跟随上海广州的脚步 也开放限购令 还取消房屋转让限制 让不少人趁着假期期间 踊跃看房 根据统计 9月30号到10月6号 深圳地区新房成交量 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 10月1号单日成交量 更是突破600套 被形容成是疫情过后 难得的景象 现在因为我是要买手套的 也是那种纯粹是刚需的 然后我现在想的就是 它现在包括我买的房的一个门口 肯定是降低了 包括一些利率 我后期贷款一些东西 肯定也是要便宜一些 大陆中央放大招 刺激消费持续旧房市 各界也都在观察 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 而这才是大陆经济 是不是触底反弹的真正指标 冬生新闻大陆中心组合报道 现在看到了 你再回过头来看 如果他这样子 一千万变成了 一千五百万变成一千万 那这些房子暴跌了75 那不是更可怕吗 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 整件事情会讨论的这么大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郑小姐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到 整个中国经济的三杀 股市杀 房价杀 连你自己的薪水都在杀 所以大家都会感同身受 刚提到的 这个北京的这个房子 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怕 他这个北京 这个北京叫做首创新北京半岛 他当时2016年2017年在卖的时候 他是每一个单位卖到2万人民币 别墅区甚至一坪要卖到2.6万人民币 所以他当时一个房间卖下来 是160万人民币 结果现在我们这个有讲过 就是到2020年2023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就想说 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好的房子 160万我现在去买 只有70万 所以他就把他的积蓄全部都弄下 他就想说 他就想说 我捡到便宜了 这个中国经济你会弹起来嘛 哇塞 170万的房子 60万的房子 我现在用70万都买到了 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 现在变成39万 所以连40万都不到 160万的房子 现在变成 竟然跌到只剩4分钟 60万 所以后来用70万去买 那个傻眼 他心里想说 怎么会又自己跌成这样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中国现在类似的故事 是不断在大城市 中城市 小城市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每个地方都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郑小姐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才会解决说 这故事看了让人家 真的心里很难过 我这样子听我都感同身受了 是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因为 这样子一个状况 中国年轻人 开始都勒肚子 你知道勒到什么地步 201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 如果有去中国的话 你就会发现 天哪那个奢侈品 你卖的价钱 你真的不敢相信 我去到杭州的时候 一双鞋四千多块 就那个是人民币 一双鞋四千多块 而且是我完全不知道 什么品牌 不是真的很厉害的品牌 是他们当地的品牌 中国当时经济是好成这样 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这个女生 她在讲说 我如何一个月 只花300块的伙食费 我一天的伙食费只有10块 10块是50块台币 天哪 你50块台币 你到底要吃什么 一个早餐都不够 结果她就告诉你 我吃什么 我几乎都以菜为主 然后呢 我可能就是会去 我们附近的一个老人的食堂 然后又比较便宜 所以全部 反正她其实吃的也很健康 全部都是菜 但是看的时候 你就想年轻人 你这样子会不会蛋白质缺少 你会不会就 有一些营养还是不够 但没有办法 现在在整个中国的 现在就呈现一个 叫做报复性的一个存钱 因为每个人都害怕 哪一天 你已经就真的是没有钱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甚至就说 我们要共同买菜 要储蓄伙伴 因为之前日本的校车事件里面 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导货人员 或一个保姆 挡住那个行凶的人 就被刺杀 后来我看了以后我吓一跳 这个是后来她的照片 她的什么 她挡住的是脑残凶手的刺刀 维护的是我们国家的形象 她是英雄真正的烈士 可是她以前 这是她 这是她以前 她以前是过得非常风光的 她以前过得非常风光 她曾经创业了 她曾经是这个老板 结果她是把她这个老板 她的公司也倒了 倒了以后 我就去做这个导护员 结果没想到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 是 事实上这个 这是英勇的救人的故事 结果人家现在进一步爬树之后 才发现这女孩子的故事 其实也是还蛮 凸显出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转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在2000年左右 2020年左右 都是当时的经济还不错的时候 他是进行一个创业 就是微商的一个浪潮 也就是自己弄一个 微型的那个电商的平台 所以他拍那个照片 他当个老板 这个叫吉利方董事 他当个老板 所以那个拍那个照片 其实是很好看的 尽力做自己 就是当了一个创业的一个小资族 结果其实生意也做得不错 风风火火 就发生什么事情 COVID-19下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 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打击 这个情况之下 他没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两三年时间 他就整个就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他原本的一些存款也没了 所以他到后来就变成 去帮人家去做保洁员 就去帮人家做一些 就是这个打扫整理的一个业务 就现在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份工作 就是当校车的随车员 就这样子 就没有想到 竟然因为这样 把自己的命给赔了 而在中国类似的故事 真的真的非常多 而且另外就是在青岛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区 他的保安 被连同外卖员束刀 刚才讲 其实这两个人搞了半天 都是可怜人 一个外卖员说 我如果时间不到 我现在我如果时间不到 我就要被扣薪 他急着要进去 可是这个保全人员 当然讲 你没有弄好 我让你进去 我也倒霉 就有两个可怜人 居然就这样自相残杀 所以现在在中国 有一个说法 知道怎么做 这叫底层相杀 什么叫底层相杀 就是事实上 我们都是活在 这个社会的底层的人 而我们每个人 为了要做好自己的事 为了要保护 让自己的钱 不被扣 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是能把命博 你知道这个 其实很可怜 那个外送员 他是一个32岁 他叫李月凯 他你知道他的家庭 他爸爸妈妈就有一个儿子 所以就希望 忘死成龙 所以他们其实 爸爸妈妈加起来 一个月薪水 才7千块人民币 他就借了100万人民币 把这个小孩子 送到澳洲去念书 他念了 因为他就是中间 有一段时间 那个休学 然后因为钱不够 后来又那种 总共都花五六年 100万人民币 在澳洲过五六年 那代表他事实上 自己本身也过得很刻苦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不容易念完一个硕士回来 念完一个学历回来 念完学历回来 五六年找不到工作 五六年找不到工作之后 那没办法 送外卖 对啊 就没有爸爸妈妈 还要还人家钱 这小孩子其实很认真 他后来就开始 就在送外卖 他一天接单 100多单 那个是拼了命在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把那个摩托车 冲进那个小区 因为他如果不在时间点 送到的话 他就要被扣钱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才有办法一天 就是开100多单 他都在拼命送每张单 就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真的拼命 要把握时间 赚最多的情况下 他这一次真的把命给拨掉了 因为他遇到那个保全人员 他人家也在保护他自己 我如果让你这样进来 我这个小区里面 我一天有一两百个单子 送进来 整个大厅 全部都是你们保 那个外地的车子吗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 要整个社区好 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工作 不然他也要被扣薪水 就两个底层人 就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申戒 结果到最后闹出人命 现在看到了中国非常可怕的是 有一条新闻 在上海 上海已经是全世界 全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他没有钱到什么程度 他居然叫寺庙捐钱了 对 保护哥是看着这样难过 现在没想到 连我们的佛祖都被割韭菜了 现在上海竟然有一个讯息传出来 而且是在整个中国的炸锅了 他说了他们已经没有钱到 他们必须要跟他们自己 辖区内的寺庙 要去周转这些香油钱 他说你现在看到寺安寺 贡献最大 他们贡献了48亿的香油钱 给这个上海的地方政府 他们就心里想说 天哪一个金安寺 竟然有可以周转到这么多的现金 因为现在会发现说 整个中国尤其是上海 这些辖区里面的寺庙里面 总共就当现金 借他们上海的一个市政府开始 就是现金 大概有100亿人民币 那现在人家就想说说 你竟然连你自己本身 正常的一个办公 一个支出都没有钱 要跟这些寺庙去抓这些香油钱 变成是我救命的钱 你就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多麻烦 所以网易当时就有一篇文章 就是地方财政的紧张程度 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们真的没钱了 后来才讲 我跟静安寺 龙华寺 玉佛寺 东陵寺 宝华寺 碧云禁院 盘龙一安 洪福寺 我要临时借款 100亿人民币的香火钱 作为短期周转之友 刚才讲 虽然后来这篇文章下掉了 还说 陈姐说我们对不起 没错 可是没有的是 当时这篇文章 很多人在转载 大家都觉得 这是真的了 是 而且你知道保洁哥 你刚刚 你看那个柱状图 你会发现 第一个最高的那个是哪里 上海 上海是最有钱的 如果连上海最有钱的 他都必须要跟寺庙 那我问你 其他的那些地方政府 不是全部都完蛋了吗 所以现在其他地方政府说 哎呦 这招有用哦 那我也要开始 去跟自己辖聚 那种 开始把佛庙 寺庙这些香油钱 全部说 哎呀我们有难 那个真的 佛祖是不是也要救我们一命 也要开始把这只手 跟佛祖开始 而且我们看到 一个地方的经济 跟他的房地产 可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我刚才讲 以前讲说 一个房子很惨 腰斩 他说现在不是腰斩 而且不是在其他地方哦 是在北京 天子脚下的北京 他说现在的 北京的房价 已经不是腰斩 是膝盖斩 斩到膝盖了 真的是斩到膝盖 而且呢 这个人呢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 我跟你讲 我买这个小区 有11000 在2012 我是2022 2023年 也就是那个 在COVID-19的时候买的 我那时候买啊 大概70万人民币左右 我想说天哪 我赚到 你知道为什么 在2017年 这个同样的小区 这个被证为什么 天津半岛这个区 在2017年的时候 一套是要 160万人民币 我现在COVID-19的时候 我用70万 我是不是赚到 就赚到啊 就现在发现 39万 所以我想说 160万 2017年到现在 竟然40万不到 到了39万 真的是 腰斩之后 就变成是膝盖斩 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说膝盖斩 所以那个人就 PO出来说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 来当我的邻居 有人讲到 银行的信用 其实跟皇后的争吵 是不可以被怀疑的 当你的银行的信用 被怀疑了 你就会有击退 你就会有金融风暴 之前我们讲到 中国大陆 有一个在广东 他说 我存了1000万的人民币 到最后 我居然被挪幼 挪幼只剩下6毛 然后他告诉无门 那你讲说 那是单一事件吗 今天有个新的 大概什么 6000万的人币 和2.6亿的台币 2.6亿的台币 去存到 而且是招商银行 是中国第六大银行 存到这里面 竟然只剩下25万 2.6亿 只剩下2.20 25万 然后也是 告求告无门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中国的银行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现在就能够 招商银行都出事 招商银行 我先跟他讲 他的江湖地位 江湖在中国 有四大银行 工农交建 但是他大概是 第五或是第六大 然后他是最早 最早民营化 而且大家都说 他的业务能力 或是获利 都相当好的一家公司 如果你是用获利来说 他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而且我们先讲 他目前的市值 大概折合新台币 是3.7兆台币 这么大的公司 就没想到 他居然偷人家的钱 把人家从2.6亿的台币 偷到剩下25万 你能够想象吗 3.7兆台币的市值 你连2.6亿的钱 都要挪用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 主要就是一个湖北操作公司 他就说 因为他是上市公司 中国上市公司 你连上市公司的钱 你都敢骗 所以他必须要发 他发出来就说 我们关于部分银行存款 被转化为风险提示性的公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原本存了 约某是折合新台币 在2.6兆 到中国招商银行的南京城 南京城的城北分行 就被他花进去之后 没想到他那个钱 我是存在我的账户里面 就被他银行跟你说 他已经被花入所谓 保证金的存款账户 保证金存款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挪用到 因为什么 我工商银行 我跟北控公司 还有南京的荣源 荣源的汇能公司 我在这两家公司 我有欠他们钱 我必须要拿出一些保证金去 保证他们的票 是可以挤兑的 是可以兑换的 所以我就把你的钱 挪到这两家公司去 那这两家公司 如果你照理说 如果你这两家公司 是跟湖北的操作公司 有往来的话 那我还可以接受说 好吧 你就把我们的钱 挪去还给他们钱 OK 但是后来 湖北的操作就说 这两家公司 一点回事都没有 所以就说 那是银行 你自己挪用的钱 到那个地方去 那你说 因为你银行已经现金短缺 所以你在搞这样一件事情 就被他说 你到底是什么 你出什么事情 你银行真的是没有钱 可以去承诺 你承诺人家的钱 你应该给他们的钱 怎么会跟我们 公司存钱的钱 是有关系的呢 就是我给你2.6亿 你给我换了账户 换了账户以后 你再放贷给别人 放贷给别人 别人还不了钱 银行就跟我捣账 对 所以那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 莫名其妙 那你要说 只有这件事莫名其妙 没有 那最近一段时间 你知道中国很多 尤其是乡镇 乡镇地方 很多民众在抗议维权 为什么你看 所以那不是单一事件 不是单一事件 你看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从网路上 或是最近发生 因为现在很多讯息 都被屏蔽起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等了600多天 很多中国人 在前一阵子 很多村镇银行 不是说爆雷吗 爆雷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们要钱啊 我们这个银联卡 完全都领不出钱来 然后他们就 比如说很多时候 会到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去 去这个要求说 他们要还钱 那你看 其实不只是河南 连安徽啦 很多地方 很多村镇银行 都是这个样的局面 他们都上到高速公路上面去 抗议啊 但问题是 这些都没有办法 人家都没有办法 还你钱 那甚至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账户就是说 一个大脸的出户 600天都领不出来 600天 对 600天 然后他就自己是 剪菜叶过日子 那甚至还有一个 烧心的出户是说 我母亲得了癌症 那我的银行被冻结了 我没办法拿钱出来治疗 所以 我母亲就因为这样过世了 我钱存在大连 对 600天都拿不回来 我的钱存在大连 结果我每天要剪菜叶过日子 对 所以市场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 大概涉及的规模有上百亿台币以上 的钱都完全动不出来 刚才讲到 你割韭菜 对 割一般老百姓韭菜是一种事 你如果觉得割的 上市上柜公司 对 上市公司的韭菜 你都敢割 对 就代表你的金融有多大问题 你可以试想 我们台湾的大银行 然后去跟上市公司 拿钱来 这个 说我们现在欠钱 把你的账户拿来挪用 这真的完全不能想象 可见他们金融状况 比大家想象更加严重 好 那除了金融状况严重之后 还有个什么 地方债 因为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网路上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医院 这是在 约目是在河南的这个医院里面 来说话 这个一个叫 儒州市的这个医院 这个是妇幼医院 就妇幼医院 你看他们在抗议 为什么 医生就说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到钱了 结果他们去跟这个地方的卫健委去抗议 然后卫健委说 我们也没钱 所以没办法 这个拉倒 这太无奈了 对 你今天欠医生跟护士的工资 就卫健委就是你的 比如说 有点是他的卫生局 是 我去跟卫健委讲 你要给我钱 虽然就两个字 没钱 没钱 而且他说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结果这件事情就 在网路上大家讨论 是太夸张了吧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他们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家医院 其实长期就已经 已经就是被列为被执行的 也就是说他 过去一段时间 营运就不佳 结果没有 营运不佳 他最近还跟人家买设备 他最近还买了这个 三百万的这个设备 所以就说你看 中国连医院都这个样子 好 那除了这个监医院之外 还有另外一家医院也是一样 这叫湖南的这个康雅医院 他也是因为 康雅医院 他们也算是当地 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医院 就没有营运 我看了这个康雅医院的介绍 他现在看起来有模有样 就没想到 他们就说 因为我们营运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被 这个益阳市的这个中心医院 把我们接管 接管 你看这么大一个 然后就完全的员工就解聘 解聘的时候 那你解聘可以啊 你要清算我的劳资啊 你要把我欠的钱还我啊 没有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这回事 反正我们就直接办 欠钱就一笔勾销 就没有 就接收 就接收了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就收到这个通知 他们已经七百多天 这样子一直在那边 等着我们的钱 就完全都没有 那你要说 只有这两家医院 没有 你看这个江西的这个教师 也是一样 欠薪水 另外一个 厦门的这个地方 工业区的工人说 你已经欠薪我三个月了 另外还有 山西的这个 这个所谓 煤焦的这个集团 也是一样 抗疫啊 所以那四个千 目前为止 中国到处都是欠薪啊 然后没办法营运下去的 连医院都营运不下去 然后连这个 连招商银行 都要通上市公司 2.6亿 我是一个3.7兆的市值 我居然挑2.6亿 你可见这个问题 相当严重啊 好 国队 现在中国经济 有这么差吗 我们知道 经济差的最后征兆就是 你发生金融风暴了 对 而且中国可怕是 大家都没钱 那没钱怎么办 拿东西出来卖嘛 现在是房子都卖不掉 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 房子卖不掉 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什么 最可怕不是雷曼时刻 而是天天都是雷曼时刻 这才是更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刚才看到的是广州 跟照商银行都出事 那都是中国一线的地方 现在更可怕的是 广州这样的地方 本来房价跌很少了 现在很多人没钱嘛 没钱怎么办 因为都缴不出钱了 只好把房子开始卖掉嘛 卖掉才有钱 不然地方政府怎么有钱 所以现在是保利地产 本来九月一瓶还可以一瓶 保利地产 是中国军方的 保利集团的 对 军方的 有军方色彩的 而且是太子党的 这件事情可怕不是叠价 而可怕的是 当这些价格一开出来之后 民众马上来抗议 抗议之后 地方政府说 那不要卖了 不要卖了 因为怕丢脸 怕会产生 是社会暴动 结果没有卖掉 没有卖掉就变成 钱就拿不回来 对 所以大家都死撑在那里 双方就陷入一种 胶着的状态 所以你说现在 中国的房地产 就变成一个死钱了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你刚刚讲的 我就是卖不掉 卖不掉了以后 我地方给我没有税收 这变成了一个 无法处理的问题 那我怎么办 我今天建商 我就干嘛 我要折价 折价以后 我就要折价办 可是我已经买 你的房子的人 我已经买了你的房子 我就眼神是看到 我的房子腰窄 所以这些有房子的人 就抗议了 当然抗议有多大 我们看到那个折价 金融时报 有去算一个数字 刚才看到 折价是50% 惠州是广东 再来是武汉 这就是一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 中国整个房地产 总额是有300兆金额 这么多 如果跌20%而已 就是数值兆 你就把30兆除以 20是60兆 等于全民的资产 都会跌到60兆 这是多可怕的资产结束 这一二线城市 全部往下跌 所以为什么 交易量完全停滞 没有人要买 因为你不跌价卖不掉 你跌了 人民都抗议 多可怕的资产损失 300兆到400兆 跌50% 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你跌50% 就代表我现在已经买房子的人 我的身价就少了50%了 你房贷还要继续缴 你是负资产 你要缴一辈子 你根本没有办法填那个洞 对哦 如果我还要再卖的话 搞不好 连我的贷款都付不起 对不起 招商营行会通知你 你还是要把那笔钱补足 所以你刚才亏了那500多万 还是你的账 这是可怕的负资产 你是一辈子还不完 但是对房地产业者来讲 一个雷一个雷爆 你不卖 雷会继续爆完 所以最惨的是 房子没能盖 没能盖就没有消费 就业率就上不来 你说台湾也受到影响了 当然了 因为中国钢器有23家 上市公司13家都赔钱 中钢寄出了15年来的库藏股 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 因为都在赔钱 没有办法 中国把钢铁卖到全 因为房地产没能盖 没有我们能盖水 你没有要 刚才我们要 就业率就上不来 没有人买房子 所以中钢就惨 非常的惨 因为我们的中钢 我们就是很多的 以东南亚 以亚洲为市场 现在中国 根本没有在盖房子 我生产那么多钢 我就低价请销 低价请销 就冲击到我们中钢了 他们是赔钱卖 所以中钢也没有办法 外销的部分都在赔钱 所以现在赔钱 15年来 第一次用库藏股 上一次是金融大海啸 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 那连中国的进口也受到影响 中国进口 现在习近平开了进博会 这是习近平创造一个 万国来潮的景象 就是所有国家 进口博览会 来买中国的东西 结果出现什么状况 变成小额金 小额重要 没有台商愿意去摆摊 因为都没有成交量 没有台商要进去 台商本来参展的加速 少了81拍 欧盟也没有来 那要参加 为什么没有来 因为我摆摊之后 没有成交 变成一场政治大拜拜 所以董事长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是 李克强大家为什么这样怀念 就是因为大家对改革开放 对中国的经济 还有一点一点的期盼 如果李克强没了 这个期盼真的没了吗 保健你要知道 李克强那个十年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然后最后的十年的光辉岁月 而且那最后的十年 当中有好几年碰到疫情 然后碰到所谓的反贪腐 已经有很大的挫折 让李克强的发挥的空间 已经在缩小中 但是他也面对问题 有承认的中国经济的实际上的困难 包括有六亿人口的收入 是在一千块人民币的 这种贫穷线 所以这都是事实的问题了 但是到了现在的中国经济 是跟中国政治完全挂钩在一起了 你要知道 你现在看到李强在开会 看到谁在开会 那都是假的 真正的决定事情就一个人 习近平 就习近平 一把抓 通通抓在手上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习近平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这几个字跑不掉了 对 所有的事情 不管大事小事 经济当然是他要搞 所以他生活的金融会议 也是他主持 对 他连人民银行都去了 他通通都是他管 所以你在那边讨论 什么经济问题都没有用 完全就是他老大 一念之间来决定事情 一念之间 他认为就是他一把抓 最严重的问题 不是那经济问题 最后就是失业率的问题 现在年轻人失业率 曾经现在停止 发表公开数字 对 最后一个数字 二十 二十八个百分点 这个是二十 没有忘记了 四月份的时候 二十八个百分点 后来就停止发表数字 所以不敢发表 那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问题 因为当年轻人没有工作 他会干什么 造反 他的体力旺盛 他会闹事 他闹事会给你 搞很多事情出来 所以他现在确实 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是各个 他现在是遍地烽火 遍地烽火 他连房地产这种 不可能做东西 他都出手去救了 所以他这怎么会有 好的结果呢 因为他国家现在是 以及整个总的财力 总体上来讲的话 是在萎缩当中 所以他开了很多会议 包括国际的会议 你看到一个最明显的 一个征兆 就是说 过去很多人 源外计划 现在没有了 没钱了 没有没钱了 就没有钱了 巧妇 然后吴米特 你没钱要当老大 就很难当老大 耍耍嘴皮子 所以中国现在 不能当老大了 他还是当老大 相当老大 邪恶轴心的老大 他现在是凡美的老大 因为在反美这方面 他是老大 没有话讲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世界上两个战争 两个战争的背后 俄乌战争跟中东战争的背后 都是中国在作为主要的主导者 这是事实 所以那这个情况之下 但是对他经济有没有改善 没有 没有改善 因为经济要回到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 换人家回到什么东西 你还如果用国进民退的话 你的民间企业 你的民间企业继续衰退 你的金融不救民营企业的话 你的整个的力量 还会很难支撑 而且最重要的客户是谁 最重要的是美国 美国不断地在杯葛 不断地在制裁你的话 你怎么处理 另外小事一桩 就是封了一个洪海这个事情 你洪海这种事情经常搞的话 台商怕都怕死了 吓都吓死了 逃了嘛 我昨天看到凤凰网 讲了一大堆的这个 凤凰网不是网路乱讲 凤凰网直接就讲说 洞要去什么 什么洪海现在的员工的加班 不准加班 然后让员工减薪 薪水收入减少 写了一大堆坏消息 凤凰网直接 凤凰网算是一个 它是一个正式新闻媒体 写了一堆有的没有的 我看完这个消息之后 我立刻就把它传给 这个洪海的高层 我这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跟我回四个字 他都胡说八道 就是这种 你了解我意思没有 你这种打击企业 重大企业的 这种方法 到处都 你都无所不用其极 你都整个失控 乱套的方式 企业怎么办 一条路 跑 我有脚 我可以跑掉 欢迎去看关键时刻 现在 恒大终于公布它的材料 它公布材料之后 把它给吓坏了 过去这两年 光两年的时间 它就亏损到 3.5兆的台币 如果整个累计亏损 它整个累计亏损 负债已到了 10.53兆台币 之后 你说这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一个数字 而且 这个数字大概是 等于说地表有史以来 负债最多的一个公司 而这样的一个负债代表 中国的房地产 真的惨透了 没错 因为恒大爆发财务危机之后 它连续两年都没有交出财报 大家就说 它什么时候交出财报 可以确定整个中国房地产 到底景气怎么样 结果千呼万唤之后 它果然交出了整个财报 交出财报之后 保险 大家看得完全吓傻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这是从2015年到现在为止 它公布了两年赚下去 你看 它赚年之后赚173亿 2015 然后16 176 然后17370 3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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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21年 一口气亏了 6862亿人民币 人民币 对 然后2022年的时候 又亏了1258亿 等于这两年加起来 它一共亏了8000多亿 8000多亿人民币 保险 8000多亿人民币是什么 亏了3.5兆台币 3.5兆台币是什么 大家可能听了没什么印象 我们一年中央政府总预算 就2.4兆 它亏了比我们中华民国一年的总预算 都还要更多 它比中华民国一年花的钱还多 对 然后它这两年亏了是什么 1000多亿欧元 欧元 1000多亿欧元是什么 捷克的外债就是1000多亿欧元 它等于是亏掉了一个捷克 可以说是地表有史以来 没有看到亏这么多的一家公司 而且它目前的负债 也有22.4兆人民币 折二台币是10.5兆 这都是相当相当 我们台湾的什么隐藏债务交易信 也才26兆 它一口气都亏了 10.5 它负债就负债10.53兆 你就知道说 恒大这家公司对中国来说的话 恐怕怎么处理恒大 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烫手山域 而且顺利讲 一夜七九 如果今天连恒大都这样子的话 对 那可以代表中国的房地产有多可怕 对 没错 恒大这次亏损里面 亏最多是什么 保险你知道吗 它有一笔叫做说 因为房价叠价了公平的 所谓的公平的损失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原本房子的牌价是40万 就没想到我没有卖出去 但是现在已经跌到20万了 我必须要提列这些 这些是它亏最多的 它亏了8000多亿里面 有4000多亿是这样 所以告诉你什么 房地产跌了 房地产在叠价 而且叠价是造成恒大会亏损 最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现在市面的价格 比我当时卖的牌价还腰斩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你说只有恒大这样 不是嘛 所以这两年之内 可能很多中国的房地产 都必要提列这么大的损失 那你看恒大过去 曾经是 许家印曾经是中国的首富 保险那他曾经有这个 391亿美金 在2017年 那时候当时恒大多么开心 他曾经是中国首富 他还要盖一个这么恒大足球场 那因为当时的习近平要踢足球 所以他就入主恒大足球 然后准备要盖一个恒大的这个足球场 那他当时来什么 请过任哲平 任哲平我们知道是中国非常知名的这个经济学家 他用年薪1500万请他 那包括说你看 他的这个恒大行政总裁这个夏海军 他的年薪是2.045亿人民币 所以他当时 10亿台币 他当时都是高薪高价去请很多人来认职 说因为我恒大太了不起了 就没想到他还投资什么 他还投资了恒磁汽车 然后还投资了冰犬的这个包装水 还有投资了恒腾的这个网路 还有恒大文化 恒大足球部 足球俱乐部 就后来没想到 因为当时他很有钱乱投资 就没想到这些都变成是亏损 你看恒磁汽车亏了200亿 然后这个矿泉水亏了40亿 网路亏了85亿 恒大文化亏了6亿 然后恒大足球亏了100多亿 也就是说全部都是亏了一塌糊涂的状况 所以你的现在投资的事业亏 你的本业又亏 他就无以为之一了 对 相当相当的悲惨的一个局面 所以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 大家都想到说 你看这是当年 这时候这是许家印 他出席这个两会的期间 最风光的时候 你看他就说什么 我们恒大现金流在全球房地产里面 是第一名 我们账上还有3000多亿的资金 现金 恒大一切都是国家害人民给 那时候是他最高光的时刻 可是宝杰你知道 他当时还有3000多亿的现金 问题他现在负债两兆多人民币 怎么去还 怎么解决他的这个问题 那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就很多人去爬书 当年这个许家印是多么嚣张 有一个中国的收藏家说 我第一次见到许家印是怎样 他出门的时候旁边都是保镖 保镖因为他穿着大衣 他穿着大衣之后 他要脱掉大衣的时候 你这个保镖你要把大衣给我接好 然后我要拿出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雪架的时候 你要帮我点火 他以前的排场是这个样子的 他以前是 我外套丢掉 我就直接脱掉 脱掉 我不是交给人家 我脱掉你要接上去 后面保镖给我接住 然后我这个要雪架 你要给我拿雪架出来 然后雪架给我放在我的手上 然后点上这个雪架的 这个所谓火 所以他事实上 以前是这样的排场 现在是人人喊打 他根本不敢出来 因为他到什么 他不见了 他到他们的这个老家这个地方 大家都说你这个 许家印是我们这个当地之词 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到许家印 都是想要吐他口水 想要骂他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可怕是刚刚讲的 你现在这个负债十点多兆 对 还是你整个很大的 你现在很多 其实你有很多的负债 对 你是已经转嫁给消费者了 对没错 你看到 他有很多的工地 工地里面大概两千多户 其中刚刚讲的 已经交户的 已经有三千 三成以上了 代表六百多户 是已经交给一般人了 所以他弄了很多的烂尾楼 对 弄了很多的保交楼 对 根本就不能用 对 也就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在 缴这个房贷了 开始在缴 本金都缴给恒大 结果恒大没有盖完 所以这些烂尾楼 你未来怎么处理 包括说像恒大 玉湖天下 保健 这个原本的 原本预想图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看 这么富力堂皇 结果没想到 他只有 他只有把大门盖好 这个他大门 对大门盖好 但大门盖好了 那你想说 那我们的楼在哪里 不好意思 没有盖 也就是说他 先盖大楼 大楼 这个只有把门盖好之后 房子都卖出去了 已经卖了大概 约莫百分之三十 结果没想到 很多人就说 那我要回来 我要进来住 结果没想到 进了大门之后 想说我的房子在哪里 就是没有房子 他只有把大楼盖好而已 而且你说 这两千多户的百分之三十 对 现在这些房贷 是这百分之三十人在缴 对在缴 所以他们在 他们还是持续在缴 很多房 很多楼组都说 难道是我眼花吗 房子不见了吗 是真的没有盖出来 所以刚刚那个 只把一栋大门盖好 大门盖好以后 就开始卖 卖了三成以后 什么都没有 对 还有另外一个叫 恒大这个月龙湾 这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旁边有一个湖景 所以他说 我们这个旁边有湖景 这样整个楼会非常好看 就没想到盖完没多久的时候 保洁人知道 他就整个地层下陷 因为可能是 他根基没有打稳 所以你看 等个地层下陷 地层下陷 地层下陷的时候 大家去看 你看约莫 这个下陷了一公尺左右 结果人家发现 它里面的品质相当糟糕 里面好像 这个所谓 包括说钢筋 很多东西 根本就没有做得非常好的 这个状况 但这个时候开卖 因为他这个造景非常漂亮 开卖曾经创下三分钟 卖了1104套 然后获利 入账超过40亿人民币 我们台湾从来没有看过 三分钟 1104套 这个在台湾 你一个公司 一年能够卖1000套 都很投降 他三分钟 你就知道当时 他是多么风光的一个状况 你看可怕的时候 我现在买这个房子以后 我套在手上 我也不能处理了 所以我才说 现在为什么中国人民的消费力道会不足 就是他现在根本 我光是要供楼都供不起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刚才讲到很多是没有盖完 还有更惨的是什么 你真的交屋 而且你住进去了 宝洁不好意思 人家有一天突然之间 银行会来你家 刘宝洁你出来 这个房子已经不是你的 你看恒大金币武器来说的话 有400多个业主欲哭 为什么 因为他被查封了 为什么被查封了 因为他已经落到法派 没想到 因为恒大资金欠银行 资金欠银行 他就说那这样 你这个某某银行 你欠我欠 OK 我欠你欠 OK 我把这个所谓我们的楼 抵押给你 就没有 这业主都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没想到交屋的时候 他们以为物产是他们 不好意思 这个物产已经被流荡 就被放到银行去 那银行呢 他当然要把你查封 所以他事实上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他不只是 这个恒大金币武器 还有金币花园 很多地方 全部都是变成是被查封 都被查封 还有广州也是这样 你看 还有住住八年 还拿不到房产证 因为房产不是你的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 不只是 那他还要缴利息吗 当然 当然还是要缴 还要缴利息 但是房子就是你 你现在的 明目上是你的 只是说 可能目前为止来说 有一些纠纷存在 那现在就变成是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这些房子的这个情形 不是 这恒大也太可怕 你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 我就冲着你的招牌 来买你的房子 第一个 要么你只盖一个大门 你什么都没有 第二个就是 你要么就盖了以后 你居然是个烂尾楼 你居然这个 等于说地震下限 那要是我住进去 我好不会住进去 我也被查封了 所以恒大真的是 非常非常大的难题 该怎么处理 我认为会让整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高层 真的会伤透脑筋 好像不是恒大 那事实上 现在很多这个 中国的这个所谓图 因为他们都知道说 再盖房地产 可能盖不下去了 所以原本在武汉 有一个高楼 这武汉叫武汉绿地中心 那你看原本的设计图 是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经济不好 所以听说习近平就说 这个楼不要这样盖 把它压低一点 所以原本的设计 是这样一个高塔 现在变成是这样的 这个设计图 那原本这里面有什么饭店 有酒店 就没想到 盖了之后 很多人就说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你看这是它的内装 这样多难看 你就像一个断件一样 没办法 你要硬是要把它折断 原本是说 它等于高度降了 约莫25% 从原本的636公尺 降到475公尺 那因为你要改设计 最好的方式 就把上面截断 那截断就变成是 这个样子的一棟楼 连金融时报都在嘲笑它 老公我们看 你本来盖一个这样子 其实非常有现代盖 有它的这个曲线 结果硬生的把它砍断之后 老公我们看 连金融时报都说 那不是断线断件了吗 很不好的这个兆头 那好 那因为酒 里面有看 有酒店 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 就没想到 我们买些来之后 一直都没有开幕 所以它事实上 现在这栋楼 目前为止 也没有办法正式的营运 所以它现在 再盖了 也不能用 对 因为目前为止 经济真的很差 好 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武汉当地之外 我们曾经说过的 在大湾区 大湾区不是原本 这个大湾区 这个大湾区的地标 这种世贸 这个深港国际中心 原本这个样子的设计 现在它整个玩不下去 玩不下去来说 土地完全在18亿美金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变成不良资产 你要把它投标出去 结果没想到 没有人竞标 所以事实上 现在你看 从武汉 然后到深圳 都是这个样子 深圳还是中国最好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长沙 长沙现在支持 因为长沙有一个土地 它这个土地来说 是长沙市的 这个009号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原本他们说 它这个地方在长沙 长沙这个梅西湖这个地方 你看 这是当地最好的这个地段 那当地最好的地段来说 原本这个得标的这个单位 他说我们要盖 这个所谓大楼 还要盖很多的这个楼 结果没想到 后来他就说 不行 我营运不下去 因为我没办法 因为你还有给我保证 保证说什么 我盖完了之后 要缴纳税收 每年不低于1.5亿 然后怎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没办法盖 因为我知道 我盖 我拿了这块土地来盖之后 我必死无疑 所以这家公司怎么样 他就说 那我这样子 因为我得标 当时是6.45亿 那我一个保证金 大概是650万保证金 就是我要履约 那如果没有履约 2800万台币 对 你这个保证金 要被没收 结果他现在就说 这样 我不要开发 我宁可这个保证金 被没收的一个状况 你说我宁可牺牲 2800万台币 不要了 不要 因为他一旦下去的话 那可能会死得 更惨的一个局面 所以告诉你什么 中国现在除恒大 公布了这个财报 告诉你 中国的房地产 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中国房地产 你看除了各地都爆发 这种所谓的 没办法再盖下去 或是大楼 没办法新建的情形 那告诉你 中国的经济 房地产不好的话 恐怕也很难 回天的一个状况 所以董事长 现在恒大公布这个东西 天洞地吗 两年的时间 亏损了3.5兆 累计亏损了10.53兆 你要怎么还 你要怎么赔 那恒大不就完了吗 那恒大完了以后 你买恒大楼的 刚才讲 这么多人买你的房子 那大家不跟着 一起赔账了吗 所以现在中国的政策 很清楚 就是保交楼 保交楼基本上 是保护消费者 他希望消费者 最低的一个限度 他们政府能够出钱 能够保护这些人 但是实际上 有没有可能 实际上做不到 因为保交楼的情况的话 效果并不好 听说大概只有三成多的 这个所谓的 有合约 有签约的 这些所谓买多花的人 他可以能够 真的能够 做到交楼的程度 因为那个烂尾的情况 太严重 当这个钱 拨进到建设公司以后 或开发商之后 他立刻就去 去偿还别的债务 他有很多 前面已经有一个大窟窿了 所以即使银行或政府给予有优惠的贷款跟支持的话 他很多都是填前面的洞 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处理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那你看到这个 所以这个整个的概念 就变成什么意思呢 所以那现在变成 李强最近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目前根据这个 不是很清楚的统计 目前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GDP里面的25%左右 是房地产的 是房地产 是房地产 占的GDP的总量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房地产的部分 能够救起来 对 而且救不起来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拖时间嘛 所以中国现在就拖 中国会拖 因为中国是最大的 有可能是最大的债务人 因为现在这些所有的背后 所有的收入是谁收入的 房地产经济就是所谓的地方政治 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的经济嘛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钱收回去了嘛 他也不会吐出来嘛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整个事情除了拖以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下去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看到他里面的这些人 当时这些人多嚣张 你刚刚讲的脱一个衣服 就有人接 把你接的衣服 衣服接过去 手笔一下 烟就来了 火就来了 这个叫什么呢 所以中国的这些的爆发户的富豪 本身的态度跟心态最恶劣的 古迅以前讲中国是人吃人的社会 到现在还是 他这个房地产是最明显的啊 就是政府吃跟开发商联手嘛 对 政府现在税收不够 因为逃税啊乱七八糟的 淫湿苟且 所谓的寻租的这个 寻租的风气 弥漫了几十年嘛 对 对不对 然后他跟房地产经济最好搞啊 你去做外销 你去做工 然后我现在给你批一块地 批一块地 我就给你开发商两个勾结嘛 怎么搞那么大呢 这么大怎么可能呢 你说这个洞也太大了吧 那背后就是南洋恒大刺激吗 为什么那么大不愿意 台湾的话很早就一天解决 宣布倒闭 法院就给你解决掉 为什么他那边还在拖 我告诉你很简单嘛 背后有人嘛 背后没有人 早就完蛋了 你怎么可能两年不公布财报 所以说 而且背后有的人 这些还一定是跟现在的当权派过过 如果是早期的当权派 早就干掉了嘛 早就动了 以前那些什么平安保险 还有一些 那些搞什么包头银行的人 一抓起来 这个案子就解决掉了 最后一打折 资产就变成归零了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这个不能归零 简单讲就是说 跟当权派有关嘛 当权派谁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里面 还在用这个所谓的 权钱交易下的产物 老百姓的 老百姓当然变成韭菜嘛 这个没有话讲 所以恒大事情 不用谈 他现在不想解决才是真正的问题 不想解决 就宣布倒闭 不是就解决掉了吗 他有欠很多外资的钱 那他愿意要帮 他外资钱他也不还 那利息也不给了 所以在这个背后 所以我讲的 基本上存在一个是一个 他的所谓的权钱交易的结果 然后这些操作的人 经营者本身没有道德的 他没有道德的嘛 他们很低 他们是一个很低级的 他们没有知识分 没有知识 他们没有对社会有报复 或者责任感 搞出这种事情出来 到今天 虚以为常 所以这个社会 这变什么问题 我跟你讲很严重 因为这个事情不解决 代表了习近平 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 要从政你所谓的 现在李强释出善意 要对民营经济招手 招手结果会怎么样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 最后还是个窟窿在那边 民营经济 谁敢进来啊 没有人敢进来 外资也不敢进来 所以目前整个情况看起来 前景看起来是偏向于 比较悲观的一个情况 好 听会 另外就是 你当你房地产出问题的时候 你就讲 中国的地方财政就出问题 现在中国的地方债 已经是数百兆之多 这个地方债 现在刚刚讲 已经很多地方 公交车发不出来了 薪水发不出来了 要不然就是减半 那才是天大地大的问题了 对 因为房地产 它是一个龙头产业 我们知道连恒大都出事情 你说中国其他的 这个其他的房地产业者 难道不会出事情吗 那中国其实这样子 它的城市开发 通常都是以土地开发 作为主要的 外资来也好 或者是说你本地的资金也好 进来也好 这个地方它会规划 哪个地方做 这个类似我们重划区 这种概念 那它如果现在土地 全部已经就是 变成是一个泡沫化的 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当然没有人要投资 没有人要开发 那资金就短缺 资金短缺的情况之下 它的公务人员 发不出薪水 它的债务产生问题 它的公共福利政策 也都产生问题 那中央又有政策 叫地方去做什么事情 中央部不补贴 那整体来讲的话 地方的债务会越股越大 所以现在来讲 其实很多地方 其实都已经撑不下去了 那现在对中国内部来讲的话 又内部需求 就是说它的房地产业 我刚刚讲是龙头产业 你看想想看 装潢 装潢业者 卖灯式的 或者是说 做水泥装潢的 或是做家具的 全部没了 全部消费 全部停滞 然后大家会保守消费 保守消费来讲的话 奢侈品就不会去买了 奢侈品不买的话 那这些比如化妆品 皮包 包包之类的 这些东西 整个百货业者 全部都消贴 难怪我们这一边讲 中国出现很多烂尾楼 可是最近出现很多烂尾工程 以前这房子盖一盖 盖不下去 就像刚刚讲的恒大 恒大就盖一个门 要不然就是把房子盖好了以后 工程品质太差 你就都变成了 整个地城下限 要不然盖进去了以后 你就被查封了 现在更可怕的是 当没钱了以后 这些状况 刚刚讲到了现在的高速公路 高铁 现在公交车 全部都做到一半了 那你东西做到一半 你要把它改回 又变成良田 怎么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破坏 那个土地的土壤的品质了 所以你说 现在的大学生 你想要再回到自己家乡 然后说要去种田 也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东西都已经做工程 做一半 那你怎么会找不出 找不回以前的这些良田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又产生高失业率 然后债务又多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消费停滞的情况之下 非常麻烦 因为中央来讲 他好像也拿不出 什么样的距禁政策 那地方来讲 他现在听说 都在招商引资 以前习近平一直在讲说 好山好水 青山绿水 环保标准为主的 现在全部打破了 私底下来讲的话 全部都赶快拜托外资 赶快回来 问题是你的中央政策不稳定 没人敢来 你外资怎么赶回来 没有外资赶回来 情况之下 地方就苦撑着 那看其他地方 有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大家都在拉拢外资 所以你看最近来讲 从今年三月以后 也就是所谓的 整个改朝换代之后 李强上去之后 整个地方政府的人事案 也大概都换人之后 这些官员们 全部都在拜托外资 赶快再回来 但是没有外资 想要回去了 另外就是 今天中国有非常大的消息 是他中国第一高楼 又拍卖拍拍不出去了 现在这个中国第一大楼 刚刚讲那个世贸大厦 都把我看画面 他已经变成中国最大烂尾楼了 好 没有错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这个第一高楼 也就是这一栋 这一栋就是说 由世贸集团 世贸集团它发迹的地方在上海 它建的叫做 集成港国际会议的 这个展览中心 就这个地方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个位置非常好 为什么 我们不是说过吗 大湾区的中间城市 它在大湾区的中间 然后改一个最高楼 它这个项目来说 你看有什么 这个创业中心 然后会展中心 演艺中心 国际化学校 超五星级的这个饭店 然后智慧办公大楼 大型的这个商业 还有公寓 等等的一个综合开发项目 那这个项目来说的话 宝洁 它原本的这个总价来说的话 是可能开发完成的话 可以高达700亿 但是因为 这个公司现在做不了 他们已经破产了 破产之后 这个案子 已经被列入所谓的拍卖 那拍卖的时候 宝洁 第一拍 已经拍不出去 就没想到已经来到第二拍 第二拍的意思是什么 第二拍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已经来到原价了 百分之六十 因为第一拍的话 就减百分之二十 从百分之八十开始拍 然后第二拍再减百分之二十 所以只有百分之六十 左右的这个价位 就没想到 目前为止来说 还是拍不掉 都被打折拍 不对折了 已经打了这个 已经打了这个四十%不见了 所以它是在目前为止来说 百亿左右的这个资产 目前没有人要接盘的一个状态 好 那不只是这个所谓的 世贸的在中国的第一高楼 没有人要接盘之外 保险还有最重要 事实上这个世贸集团 已经真的是完全完蛋 它事实上 之前呢 还把这个 在伦敦 因为它在伦敦金融城下面来说话 它还有一块地 它在伦敦有盖房间 对 就没想到 它就说 那目前为止 我们就准备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 它整个公司 是陷入一个非常大财务惡金 大家都问说 它有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这个状况里面 会出现类似恒大倒闭的这个局面 那之前不是讲 什么深圳 像这个什么的 东方太阳直接窜身吗 对 但是问题是 现在对深圳来说 真的相当糟糕 为什么 现在深圳的房价 整体市况都非常不好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深圳 最近有一个叫做洛克资本 那洛克资本来说的话 它成立在2012年 那这个公司来说的话 它是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 私募的股权公司 然后公司团队有70个人 那目前为止已经投资 大概12亿人民币左右 然后有500位投资人 就没有到现在为止来说 他们公司就直接发 在11月14号 老板就是张颖豪 他直接就发了一个 这个在公司群组里面 我要走了 你们也走了 就这样子 然后人就不见了 然后人就不见了之后 等一下 你要收到一个公司 也没给人家交代 因为你的离职金 你现在的支险费 都没有交代 我要走了 你们也走吧 对 就没想到 听说目前为止来说 这十几亿元 他自己卷款就跑了 那跑了之后 结果没想到 媒体要去查 他们办公室 办公室就真的完全都没有人 人去镂空 已经都完全人去镂空的 这个局面 好那你知道 事实上深圳目前为止 压力非常大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北京 北京也是一样 北京最近一段时间 突然出现到 豪宅出现非常多的 这个抛售草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目前为止来说 而且很多人之前 买了房子之后 开始退 所以根据这个 中原地产的首席分析师 就是说九月出卖了 退了30%以上 也就是说 大家买了之后 好像无力再缴还 所以也就是说 他宁愿违约 也要把他退货的 这个状况 所以华尔街 这是全面性的 对 深圳 上海 北京 都是这样 所以那野村之间 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目前为止 中国未完成的 这个所谓 未完工的预售房屋 约莫是2000万套 然后如果你要解救的话 要需要3.2兆人民币 但目前为止 中国根本没有财政问题 可以负担这些状况 大家就讲到一个人 叫做苏世民 他就去了 而且他大拉拉的去了 那大拉拉去 他也坐到主桌 他也花了4万块美金 坐在主桌 这么说啊 对 就坐在主桌来说话 人家就说 那你到底 这个习近平讲了这么多 那你到底跟习近平讲了什么 原来是什么 原来他要做什么 原来传言 他不是要去投资 他好像要跟习近平说 我要卖掉一个 包括说 旗下在中国的 这个物流园区 总价要100亿人民币 我的钱要汇出来 对 他是要浪杠 他要找 他是要跟他说 我要卖了 那为什么 他目前为止 这个物流园区来说 有在11个城市的 11个物流园区 那总价要超过 100亿人民币 因为你这么大的案子来说 没有这个高层点 恐怕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不是去投资 是不是要浪杠的 他要浪杠 好 那他要浪杠的话 为什么要浪杠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他投资很多 物流园区 就有点类似这个 广地广州的 这个空港物流园区 这个地方 广州 广州 广州照理说是非常好 对不对 他收购了这个地方之后 结果没想到 都还没完工 都还没完工之后 他就说 我要撤退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 整个中国的房地产 整个中国的这个 景气相当糟糕 我盖的这个物流园区 问题是 如果没有人来 这个工作的话 没有人来使用的话 那当然我就宁愿 这个赶快 就能够脱手就脱手 所以这次舒适 是要去跟习近平说 我要走 跟大家认为说 他要去拍马屁 好像是一个 不太一样的局面 另外就是 这你可以感觉到 习近平在这个 国内重大经济的压力下 都不得不到美国 不得刚刚讲的 不得不到美国示弱 而示弱到 中国经济有多惨 我看了这个灯火 吓一跳 都会再看 这个人在四川 你现在在四川 你家里 碗筷不行 发十块 你碗筷东西摆放不正常 发十块 你如果蹲在地上吃饭 也发十块 对 我们现在也讲的话 经济上面的一个困境 在于他们的现金流 现金流弄不出来 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 不管你是用新人员车 也就是讲的电动车 你在路上面走 你随时都有可能会被罚款 那个时候已经引发明月了 但至少 你那个时候是在外面 对不对 但是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四川的这一个地方 它是罚款检查你家的内务 在家 对 就跟你当兵一样 查内务 对 查内务 你在厨房 碗筷不洗 罚十块 然后摆放不整齐 我想摆放不整齐 不就筷子叠盘 你要怎么摆放 最可怕的 最贵的 蹲地用餐 二十块 什么叫蹲地用餐 我不能蹲在地上吗 对 有些时候 你就想要吃个泡面 你蹲着 不行 这要罚到二十块 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说 你说餐厅厨房 也就算了 这个 你的卧室 卧室是最可怕的 衣服 你没有叠整齐 罚十块 然后呢 被子没有叠放 就是现在 拉室里面 搅了个豆腐干 被子没叠 被子没叠 罚十块 四件套未清洗 哇天哪 四件套是什么意思 除了被子之外 你的枕头套 床单 每天就像不像 我们小学时候 每天要准备什么 手帮卫生纸 这些东西竟然查到 你家里面来 网络上面传出这个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不可能 怎么可能再缺钱 不会查到人家的卧室 不会查到人家厨房吧 结果呢 一看官方 人家证实了 真的 真的 而且呢 视察还告诉大家说 不是我们而已 陆陆续续 有其他的这些 政府机关 也要出台这个政策 这些可怕在哪里 可怕在 我如果罚款 你还不改变 我第二次检查 我的罚款 就翻倍 也就是我第一次到你家 你的厨房 晚快不行 我罚你十块 第二次在你家 你晚快再不行 我罚你二十块 你再不行 知道你罚你三十 还罚你四十 对 会翻倍再翻倍 但这件事情 比较可怕的是说 难道 你被抓到一次之后 你睡觉的时候 砰 城管就进来了 来 看一下被子 这个东西 直接会进到人家家里面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可怕 但为什么 这样子 你十块五块 你觉得对财政有帮助吗 其实很多地方县市 尤其是第三县 第四县的城市 是真的需要这一点点钱 来发薪水 有缺钱 缺得这么严重吗 非常的严重 你看 这个东西在哪里 在天津市 你看 北京 天津 都是一级城市 很多的交通局 这是他们的公务人员 交通局要去喊薪水 喊啊 叫啊 闹啊 那有一些公安就来 大家体谅啊 我觉得他们回了这一句 我才怕 我们欠薪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他被欠几个月 九个月 欠薪九个月 你要大家怎么体谅 你没有给我任何薪水发放的 这个所谓的计划 没有薪水发放的 这个所谓的程序 你只告诉我大家体谅 对 就是叫大家体谅 然后呢 你们都还是公务人员 你要体谅 但是九个月 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好 这个是在天津 江西呢 有老师 老师上街头了 老师一直喊的什么 我们要活命 为什么要活命呢 因为没有发工资 没有发工资的情况之下呢 也是被補警来驱逐 驱逐之后呢 他们就直接喊 那就罢课啦 我们平常在课堂上 教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要生活 没钱啊 没钱 那就是没办法 他说你们给一个daylight 不给时间的话 那我们干脆就罢课 连老师都不要去上课了 而且刚才讲 你如果是公务员 一般明天 那不更惨了吗 一般明天更惨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你知道佛山的工厂 现在来讲的话 在过去 你现在应该加紧时间 因为你马上春运要开始吧 你要赶快提升产了 没有 直接下课了 直接就这样子放假了 然后你看 他就说 那就吃自己吧 到目前为止 你都没有继续要做 所以佛山的工厂 温州的鞋厂 都轮流停休了 也都空了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到底经济差到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说 马上就是立刻停止 就不用上班了 通知大家呢 你现在来讲 就直接放假 然后什么时候开工 保洁哥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讲 这年初几开工 初五开工嘛 因为你要赢财神嘛 你知道吗 这家公司 全体运营工 旺州支 你初步定于什么时候开工 2024年 明年喔 2月24号 2月27号 是什么概念 正月18 过了元宵了 过了元宵 不是要大年初五来开工吗 因为大年初五开工 是要顺便赢财神 放鞭炮 你现在财神 你也不用管了 你就是正月18 而且他非常赶的 刚才讲 11月1号公告 这公告时间11月1号 对 11月3号就放假 这个更不要 湖北全城 性密 这个什么 精密电路 他什么时候发文 11月3号发文 什么时候放假 4号就放假 对 就是马上放假 然后呢 不只是一间公司 你看这间公司 也是告诉你说 整体经济不好 然后结合公司现状 各部门业务 这个是什么 已经停止了 他不是先跟你 这个还是先跟你商量 这个是已经停止了 然后呢 就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 2月17号回来 这都不是最可怕的 还有那种 直接停半年的 直接停半年就告诉你说 什么时候回来 4月再回来 所以呢 现在来讲说 已经看不到未来了 而且野村证券 最近做了一个报告 我们知道野村证券 对中国是非常熟悉的 做了很多重磅的报告 他说 现在中国的烂尾楼 两千万 两千万套 他说明年会业力引爆 我们来告诉大家 野村证券 讲的这个两千万套 有多么可怕 之前恒大 之前碧桂园 碧桂园那个时候 未完工的数量 才多少 两千万套 是碧桂园的20倍 然后这个状况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你没有办法完工 你就无法交屋 无法交屋的话 对人民来讲的话 他买的房子 你要不要公款 要公款 你就要搬进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很多的地方 烂尾楼 你拿手机 打开手电筒 你也要进去住 甚至网路上面 现在的热搜是什么 教你如何 住烂尾楼 没水没电 我还是得住进去